那哥那你幫不是前面有說你有被偷的東西嗎 我們就是買完之後 你們提著那個精品袋袋 然後在那邊走來走去 還走去凱旋門 然後在那邊照相 然後結果我們就是 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唱歌 我現在人在法國一間 有點可怕的古堡裡面 大家看一下這個氛圍 旁邊有三個人 但還是覺得有點隱身恐怖 這就是一種天然古堡的氛圍有沒有 那總之這次這個法國行 剛好玩了幾個景點覺得還不錯 然後吃也吃出了一些心得 那當然來到這個歐洲旅遊 大家都很怕被小偷搶 那我們剛好在這個行程中 也有做錯一些事情 還被路人警告說 那可能會成為槍匪的目標 我的東西還真的被偷了 這是什麼樣的故事 我們等一下會繼續跟大家講 好那我們首先先講一下玩的部分 推薦幾個覺得來巴黎一定要去的地方 那我們這幾天行程我們有去奧塞美術館 那奧塞它有蠻多畫在那邊 什麼莫內什麼雷諾瓦賽上 總之就是一些印象派的話 那如果你是對印象派一些畫 我覺得有興趣的 我覺得奧塞美術館蠻值得一去的 那當然另外一個很有名的是羅浮宮 聽說就是羅浮宮是超級大的 因為我是沒有去 我知道在羅浮宮外面拍那個很有名的金字塔有沒有 那羅浮宮裡面聽說超級無敵大 可能兩次到三次才逛得完 那很多人可能一進去 然後就要看那個蒙娜麗莎吧 那你也不知道那個蒙娜麗莎是真的還假的 反正就過來那邊然後就很多人看 非常小幅齁 所以就是你可以看你比較喜歡哪邊的文物去看哪一邊 像我是去看奧塞然後看一些印象派 以前在美術課本看到一些很有名的話 然後現在就在你前面 我們是當天早上的9點半一入圓就進去 然後就直衝五樓 直接是什麼莫內阿賽上阿雷諾瓦他們的話 然後就可以拍得很開心 因為那時候人很少 逛完五樓再繼續看一二樓之類 因為重點其實我覺得在五樓啦 然後再來我自己覺得還蠻推得景點 一個是那個凡爾賽宮 很俗稱這個浮誇王路易十四 在他的任內把凡爾賽宮打造成非常的浮誇 那當然後續什麼路易十五十六之類的啦 我們是沒有很努力的聽他的導覽 總之後面的王室加蓋凡爾賽宮一些東西 但主要是在路易十四去把那個非常豪華 非常奢華的宮殿打造出來 就可以看到一個求奢即欲的一個宮殿 到底長什麼樣子 對那再來我們還有一天去這個聖米歇爾山 算是中世紀天主教徒朝聖的非常重要的一個基地 魔界山剛奪的首都其實就是參考聖米歇爾山 作為原型 那聖米歇爾山真的是非常的宏偉 然後非常的壯麗 大家要注意的是過去的這個車程真的很長 法國市中心其實不管你搭哪一種交通工具 大概都要三點五到四個小時 所以等於是說假設你當天來回的話 差不多有八個小時要花在車程上面 雖然說這個車程很長 但是去的是真的覺得非常值得 因為他是這個聯合國他所列的這個世界遺產之一啦 如果你是這個魔界迷或者是周杰倫迷 因為周杰倫有一張專輯 他封面也是聖米歇爾山 世界上有那麼宏偉的一個建築 而且他陸陸續續好像建了差不多一世紀 一千年左右的時間才建造完成 所以真的覺得蠻不可思議的 所以如果要走免費行程的話 奧塞出來往艾菲爾鐵塔走 那邊有很多座橋 蠻漂亮的感覺 對我們剛剛都還沒有講到巴拉行程 巴拉行程就是艾菲爾鐵塔 凱旋門嘛 然後羅浮宮南格金字塔 各種厲害的橋嘛 這個都是來巴黎算是避逛的景點啦 那如果你角力夠好 其實他都在那個賽納河的右岸 所以基本上你就是可以一條路走過去 就是有羅浮宮 杜勒利花園 然後協和廣場 香蟹大道 然後凱旋門 就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景色 我覺得巴黎真的是算是一個 滿美的地方 好那接下來講到吃的部分 不得不說就是法國的物價真的是滿貴的 尤其是你要去餐廳吃 然後我們發現我們第一個迷思就是 法式餐點 我們以為量很少 台灣的什麼米其林星星 什麼法式餐點 什麼甜點一口 前菜一口 主食三口 很精緻很爽 但是在這邊的法式餐點 至少我們遇到的 大部分就真的很大一份 雖然說不便宜啦 因為如果你在餐廳等級的話 光是主餐本身 差不多就要20到25塊左右 那如果是比較小餐款的話 大概15到20塊 那就是我們的經驗啦 通常餐館的一份主餐 都夠兩個亞洲人吃 如果說你要加點的話 你也可以點前菜 你也可以點甜點 那當然價格都不便宜 三個都點下來 差不多都要以台幣來講 可能都要1500到2000 其實外食真的是不太便宜 那如果說大家真的要省錢的話 你就變成說可能兩個人點一份餐點 但是有些餐點它是中午你可以這樣點 但晚上它可能就會限定你 前菜加主菜加甜點 所以這個各個餐廳的規定 大家可以去稍微注意一下 那因為真的是有點貴 所以我們就是發現了一個 還不錯的省錢方式 歐洲就是牛奶很便宜 那有這個蛋白質嘛 有脂肪嘛 其實牛奶算是一個蠻不錯的天然食物 然後我們去買那個草莓 哇一大盒 然後台幣大概300多塊嘛 他們水果跟生菜其實都相對便宜 有碳水有蛋白質有纖維質 脂肪什麼都有 你也可以這樣吃 省全方法 而且相對健康 那如果說你是去餐廳室的話 就真的荷包要注意一下 因為真的不便宜 而且它的份量都很大 但是不得不說 法國包括他們的甜點跟他們的麵包 真的超強超好吃 結果我們這一路之下幾乎都沒有遇到雷 可頌類的麵包 比較經濟實惠的法棍嘛 然後他們的甜點都是非常好吃的 通常都是做成那種皮酥酥脆脆的 然後內餡是非常rich 非常豐富 你覺得吃得很爽 所以在法國我是覺得 如果你要吃東西的話 外食的話真的熱量要注意 那如果要比較健康的吃法 就可以參考我們這個牛奶 配上蔬果類的吃法 就是相對健康的吃法 好那最後我們就來提一下大家關心的這個 法國治安問題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法國或是義大利等等 其實大家都要盛防 譬如說 竊賊小偷爬手之類的狀況 那像我們就很白目 因為其實大家也知道 來法國有時候 你會幫家人或幫朋友 代購一些精品 然後那個精品 我們就在那個香榭麗色大道上面買 精品店它當然包裝成非常好看嘛 我們就是買完之後 提著那個精品袋袋 然後在那邊走來走去 還走去凱旋門 然後在那邊照相 然後結果我們就是 被不只一個路人警告說 這樣很可怕 不管是偷還是搶 反正非常容易會成為目標 然後我們後來觀察一下 發現那個熟門熟路 從精品店走出來的 要嘛就是自備一個爛袋子 然後有些上面會拆一個法棍 看起來像買菜 然後有些就會請 店員直接去用一個 可能就看不出logo的一個袋子裝 盡量讓自己 處於比較低調的狀況 讓大家看不出來你買什麼東西 其實相對來講會比較安全 當然交通工具 地鐵會比較複雜一點點 因為地鐵等的人很多 好像也有發生過那種 地鐵門一開 東西就被拉走 去追也來不及 所以大家搭地鐵 就要比較小心一些些 就是自己的東西看廣告 但是我們至少 這幾天搭下來 是沒有特別遇到 什麼樣的一個狀況啦 聽說近期可能巴黎也是為了奧運 或者是抗爭比較多 所以各地的住景聽說也有加強啦 我是覺得這方面的狀況 可能有稍微好一些些 但是大家來歐洲旅遊 還是特別小心一下這個 竊賊扒手橫行的問題啊 那哥那你剛剛不是前面有說 你有被偷的東西嗎 對還好不是被偷的精品 是薯條被偷了 薯條被海鷗偷了 海鷗真的很兇喔 森米犬山的海鷗又肥又兇 真的是又肥又兇 就是你沒有盯著薯條 你放在旁邊 海鷗立馬衝下來 抓爆你的薯條 薯條會散落一地 然後它就會悠閒自在地飛走 然後我們面前還有人這個 法棍被攻擊 那個海鷗衝過來捉它 我這邊還有影片 壞海鷗壞壞壞壞 他剛想要搶別人的法棍 結果失敗了 他攻擊 Be careful 大家在這種 又肥又兇的海鷗面前 就是食物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被海鷗搶東西好不好 好的 那麼這集在古堡不知所云的 這個法國之旅分享 就先到這邊 總之玩下來覺得法國還不錯 因為真的很多著名景點 都在法國 然後大家比較會 在意的就是自然問題 但是我覺得就是 像我們剛剛講的就是 低調一點點 拿一個就是 看起來比較廉價的一個包包 然後上面查一些東西 掩蓋一下 然後如果說比較擔心的話 就坐公車 或坐Uber 我覺得相對來講 都可以把風險降到很低 希望之後 大家來歐洲旅遊 都可以順順利利 那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 分享給更多人知道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 拜拜